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雅各书二章 十四到二十六节 那么雅各书的背景是 在教会初期遭受逼迫 有太背景的基督徒 四散到各地 雅各写信 提醒跟教导 昨天的进度提到 不要凭外貌待人 那么今天的进度 主要的主题在谈 信心不要指在口头上 也就是说信心要有行为了 一样十四节是他的主题主旨 十五节十六节是雅各 他观察到弟兄姐妹的状况 十七到二十五节是雅各的教导 二十六节是结论 我们进到经文里边来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他提出来一个状况 就说如果有一个人 他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显出信心的行为 却没有因着他这个信心 显出更多对人的爱 怜悯 关怀 对神的渴慕等等 这样的信心是没有益处的 这样的信心其实不是真信心 这样的信心是不能够救他的 这信心是死的 是假的 是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的意思 那他举出这个实际发生的事情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漏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自己讲到弟兄姐妹 他缺了日用的饮食 他已经缺食人饿了 还赤身漏体 表示说连这个最后的外袍 我们之前读旧约知道 这个外袍穷人 他外袍是晚上有时候 是拿来当棉被盖的 那他穷苦 他白天把这个衣服 拿去典当换钱 到了晚上在盗义责任上 这个债主必须把衣服还给人家 不能够让人家能死 那这里是已经赤身漏体 就是连最后的那个外袍都没有了 你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弟兄姐妹 结果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好像就是为你祷告 这里讲的穿得暖吃得饱 表达这些人是知道 这个缺食人饿吃身漏体的 这个弟兄姐妹 他真实的需要 他需要衣服穿 他需要食物吃 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没有行为 他只是跟他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意思是 你明明知道他有需要 你明明知道他有需要 可是你不给 这显出你没有真正的活泼的信心 你没有真正的信上帝 真实的信心会显出真实的行为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所以1516节讲出来他们的状况 17节雅各开始教导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你的信心是死的信心 不是活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没有办法让你得救了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18节这里的 必有人说 这个人是谁呢 前面我们提到 有一群人 他们说自己是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所以他们对人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雅各说 你们这样的行为 会被挑战的 一定会有人来告诉你 挑战你 你有信心 但是呢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啊 这其实是一个讽刺啊 就是说 你说你有信心 那你指给我看嘛 你的信心在哪里 意思是 你根本没有信心嘛 你怎么显出你的信心 但是我告诉你 我有行为 那我就可以指出我的信心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他其实是 要表达是说 你的这个论点 我只要相信就好了 我不用做什么事 那你一定会被反驳的 因为呢 你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一定会有人跟你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那好啊 就像你说的 你有信心 那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啊 那你指给我看 那你的信心在哪里嘛 你说你有信心 那你给我看 你的信心在哪里 但是我告诉你 我有行为 所以呢 我就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我自己都不太够用 我为什么还要去帮助人 那是因为我相信神 相信神的话语 我相信神的爱 相信神的供应 相信神的信实 所以我有这个行为 我这个行为 就可以显出我的信心 其实是要说 你如果单单说 你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你其实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十九节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但是呢 鬼魔也信 却是站进 他说 没有错 你相信神是一位 但是我告诉你 鬼魔也相信 只有一位神 他其实是一个讽刺的表达 他在说的是说 你虽然相信神只有一位 你相信这位神 可是你的信心 比不过鬼魔 比不过撒旦 为什么呢 至少撒旦还是站进 他带着恐惧害怕 可是你的信没有行为 你的信没有敬畏 虚伏的人 虚伏的人指的就是说 十四节所说的 我有信心 没有行为 这样的人是虚伏的 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吗 就说你这个信心是死的 这个信心没有办法 使你得救的 接下来雅各就举例了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把他儿子以撒 现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这个就会造成 学者很大的讨论了 保罗不是说因性称义吗 怎么这里讲是因行为称义 不过我们继续往下看 雅各的意思并不是因行为称义 因为二十二节说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应则行为才得成全 上帝称亚伯拉罕为义是在十五章 可是亚伯拉罕在二十二章 创世纪二十二章 把以撒献为祭 这个行动证实了他的信心是活的 不是死的 证实了他的信心是真的 所以雅各他说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把他的儿子现在坛上 岂不是因以行为来印证 他的信心以至于称义吗 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 献以撒这个动作 这个行为就显出了他的信心 如果不相信神 希伯拉罕知道 亚伯拉罕其实是相信 上帝会让他的儿子复活的 所以亚伯拉罕是真的要杀了 以撒献祭给神的 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个行为 就显出了他真正的相信上帝 当然最后上帝介入阻止 亚伯拉罕下手伤害以撒 可是神却悦纳了亚伯拉罕 那个信心的行为的 那个愿意的心 那个意愿 所以二十二节亚各说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亚各不是在反驳 和保罗因心称义的道理 其实他们是从信仰的两个层面 来论述信心 保罗讲的是 我们不是靠律法来赚取救恩 亚各讲的是 我们的信心要通过我们的行为 来验证来知道 我们是真正活的信心 你们既然蒙招行事为人 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 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 保罗也有同样的表达 如果我们是真正蒙招 我们是真正主的百姓 我们真正信了主 我们应当有相对应的行为 所以其实不是互相敌对的 是互相补充的 二十三节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把以撒 现在谈上的行为 就印证了他的信心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神的朋友 他其实要表达的是 一个亲近的关系 那在旧约里边 没有神的朋友这四个字 不过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那里说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这里要表达的是一个 彼此认识知心朋友 就是我信靠你 我也知道你 我也认识你的那种关系 这样看来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因着信 他没有讲说 不是因着信 不是单因着信 不是单单因为你自己口头说 你相信 就是真正的信徒了 不是因为你自己自称为 我相信有一位神 就是真基督徒了 亚伯说 不 我要看见你因着信 你显出什么样的行为 否则你的信心 只是空口说白话 只是说说而已 你的信心是死的 亚伯又举另外一个例子 妓女 喇合接待死者 又放他们 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 因行为称义吗 我们从旧约 约书雅记里面知道 妓女喇合 放掉以色列的探子离开 其实这个动作 对 喇合来讲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 如果要是被他自己的 城里面的人知道 他会被杀死的 等于是叛国 但是他这个行为 就显出 他是真正相信上帝 否则他为什么 冒这么大的险呢 所以他又举了 除了亚伯拉罕 也举了 喇合的故事 不也是 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26节就是 这个段落的结论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一样的 信心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这是一个类比 信心没有行为 就好像你只有身体 是没有灵魂一样 是死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其实主题蛮清楚的 他要表达的是 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 信靠主的门徒 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真正的上帝的百姓 我们的信 我们的相信 一定会有行为的 我们的信心 如果是真的 是活的 一定会显出一些不同的 这是必然的 显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我们 对人的爱 我们主动为人代祷 我们愿意 按照神的话语奉献 我们更多可慕向神 可慕圣洁 那消极的部分 我们会想要 改掉我们生命的一些邪气 败坏 嫉妒 贪恋 坏习惯 对不对 这都是真正的信心 会在我们生命里面 带来的功效跟改变 我认识一个学生 他信主没多久 他就跑来跟我说 金龙哥 我有个烦恼 我说什么烦恼 他说 我发现 我容易说谎 我常常会 夸大我自己做的事情 其实没有做那么多强功劳 然后呢 好像犯错 我就是很容易把它推给别人 就是真功伟过 那我也感觉到 有些时候我 会隐瞒一些事实 就是保留一些对我好的 就是我在说话上 我感觉自己会说谎 很诡诈 心里面其实是对自己很失望 难过 那我听到这个孩子这样的表达 其实我的心里面很为他感恩 因为以往他也这样做 可是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舒服 他信了主之后 他更多的意识到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圣灵在他的里面工作提醒 所以这个真正对神的信号 这个信心是活的 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 这是可以看到的 虽然他外表 他的行为 你从远远的看 看起来就是一样 没有太大的改变 一样上学 一样写功课 可是他的内力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真正的信心一定会显出行动 不过我要提醒的是 这个是用来检视自己的 不是用来检视别人 有些时候人 我们看到他好像没有太多的行为 不是他没有信心 而是他正在软弱当中 他正在低潮 正在跟上帝有冲突吵架 我们生命都有这个起起伏伏的时候 所以不要用变成律法的 就去判断别人说 你不是真信徒 我想这是很危险的 应当更多是检视自己 我是不是真正的来信靠神 跟随神 另外一个部分 我也发现有一个很微妙的 就是我想起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信主我感受到神对我的爱 不过呢 我有很多的外显的行为 可能跟回应神的爱 没有太大的关系 很多时候 比如说那时候辅导牧者 他们希望有一些人帮忙 比如说演戏办营会 我都举手第一个 那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要上去演戏 我要上去表演 其实我里面 大部分的时候想着是 希望人看到我 人给我掌声 人给我肯定 我虽然有行为 但是这个行为 也不见得代表我的心情 这个行为更是显出我里面的 那个骄傲跟思雨 各位兄姐妹明白吗 我要表达的是 雅各这里提出来一个原则 那个原则是真实的信心 真正的相信神 他一定会显出行为的 只是这个应当拿来检视自己 而且我们应当要小心 不要律法的去论断人 也不要以为自己的行为 就一定是信心 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照里面 更多的到上帝面前 一一的检视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有真正的信心 也能够有 因着真信心 而有的 那个好的行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祢使恩帮助我们 谢谢祢 让雅各 对我们的生命 有一个这么大的提醒 我们都认为 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 我们都已经信好祢 但是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检视自己 我们是否有 回应信心的行为 我们是否更渴慕向祢 渴慕 亲近祢 渴慕跟弟兄姐妹 一起经历 祢的爱是何等 残阔高深 渴慕更圣洁 渴慕更多来 侍奉祢 亲爱的主 求祢使恩帮助我们 好叫我们的信心 是活泼的 是真实的 是真正能够使我们得救的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